《逆人之下》漫画第637话已经更新 关于左若彤的教学理念 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李沐玄天生降肿 自视甚高且小小年纪 也有游走世间的本事 天才 自然不肯服人 但是你不服怎么学艺啊 逆生三重凶险 稍有不慎就要回去一身经脉 你都不服 还怎么指望你言听计从 再加之逆生三重并非寻常伎俩 乃是悬门绝技 心性无常之人 把他用到邪道上 岂不是害了天下苍生 左若彤天下悬门第一高手 横行天下 可断人生死 想惯了众星捧月 人人见他都不得不拿出诚意 收徒也是慎之又慎 如今让他为了一个孩童低头 怎么看 如此二人倔到了一起 又如何能解开误会 李沐玄想要的无非是以成相待 让他能明白左若彤心意 而左若彤就是要他存一份敬畏 是 是无常 岂能尽如他意 没有敬畏 纵欲而为 害人害己 必然处处凶险 全性也正是一群没有敬畏的纵欲之人 故而人人为敌 难得胜路 但是在收徒这件事上 两个人也都违背了诚 而都选择了贼 左若彤有心收徒 才严加考核 未能坦诚相告 而李沐玄有心拜师 却又暗藏私心 不肯心悦成福 故二人为心中之贼所害 毁去彼此一生 人 万物之道也 岂能不贼 而贼者 须以成调和 才得善果 反倒是全性王要祖 以成相待 年事已高 恐不能久存于世 可求传人 以成待人 自甘谦卑 不要跪拜不求名分 只求传数 以成待己 所求无非一生修为有所托付 看破那些世俗的花水月 看破内心的虚荣和假自尊 面对左若彤阻拦 就连性命也能豁上 站在李沐玄的角度看过这件事 我在你这里待了两年 你不说收 也没说不收 我怎么知道 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 有个老人想传我点手段 还是不用拜师那种 我岂不是可以继续他的手段 有可以拜在你门下 你又要弄死他 还叫我跟你走 跟你走 可以呀 你谁呀 什么身份呀 叫你说 你没有明确答案 就跟这两年一一样 牵我的手 就是认我为徒弟了 就冲我是金主儿子 这点你就不能让我跟他走 你不收我 有的是人收 我连个师父 都不能选 你凭啥决定我的人生 结果就成这样了 还记得陈朵为啥杀老廖吗 后面张楚兰 一直都很在意宝宝的想法 如果在李沐玄说 你谁呀 什么身份 左若同说 你是我的弟子 个人觉得李沐玄是有八九 不会破罐子破摔 其实从这点上 就能看出李沐玄和老老天使的区别了 老老天天能英才示教 对两个徒弟都能交好 然而左若同在遇到权性的时候就上头了 对王耀祖上头 对李沐玄也上头 其实两个人不应该用同一种态度对待的 一个小屁孩 即使在聪明 他能知道权性是个啥 可能知道权性坏 但是坏到哪种程度呢 何况王耀祖目前对李沐玄还没有坏心思 可以说 整件事是一个意外 但结合事情的走向 以及小李的性格 以及当时左门长的处理方式 可以说是必然啊 如果说左门长是找个僻静的 摊开来说清楚说明白 全心是个怎么回事 你如果进了他的门以后 就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杀你 或者怎么怎么样 心平气和之下摊开来说 小李不会那个态度 小李会开喷是前后 落差之下被击到了 当然 也不是为他开脱 只是想说 他毕竟才十几岁 孩子一旦上头了 破防了 出现这情况挺合理的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